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称该画面成为网上热烈讨论的话题 至于具体情形 据首尔新闻描述 在新罗酒店所举行的就职晚宴上 尹总统端着一杯酒 正要喝一口金夫人用强烈的目光注视着他 尹总统慌忙放下酒杯 首尔新界称从现场视频刻意看出 尹总统端着一杯酒试图喝一口 而在这种情况下 当他一看到金夫人的眼色就马上放下了酒 直到他放下酒后 金夫人才将目光从尹总统身上移开 总统夫妇的这一幕互动在韩明中间引起分歧 据韩媒称 尹希月的支持者们对此表示肯定 认为金剑西劝阻了平时喜欢喝酒的尹希月 没有什么不妥 还称这是显内注 他们中有人还夸尹希月 感受到妻子视线就放下酒杯的样子很可爱 说他会观察妻子脸色跟我一样 有人还称自己也想遇到像金剑西这样的显内注 据首尔新闻介绍 尹希月从检察官时期开始就以爱喝酒而闻名 他最喜欢喝的酒是烧酒加啤酒 坊间还流传着他在地方工作时 每周要喝100杯烧酒的传言 另外一句朝鲜日报称 尹希月还被称为爱妻家 在大选期间 他在某综艺节目中曾被问及 是否经常给妻子做饭 他当时表示有时必须这样做 才不会被赶出去 尹希月与金剑西于2012年3月结婚 当时尹希月52岁 金剑西40岁 不过部分韩网民对此持批评态度 认为尹希月的反应代表了 金剑西以后可能会成为上王 在野党时事评论家金荣敏 还在脸书上分享了一段 金剑西在就职仪式上拉尹希月的画面 讽刺称 虽然尹希月就任 但金剑西可能会掌权 据朝鲜日报称 金剑西方面的相关人士告诉该报 金剑西计划最大限度地 当一个安静的显内主 除了必须参加的官方活动之外 他将尽可能避免参加其他公开活动 他经营的艺术展览策划公司也将停业 而当被问及金剑西是否真的阻止了尹希月饮酒时 该人士会大声 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一部分